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普通的男子夜夜花天酒地 一个偏僻的财图场 人影总是那么可疑 今日说法被摸出离奇盗墓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兔年的春节来临之前 腊月28 南京市陆河区刑警大队 实施了一次抓捕行动 刑警们本来都已经见多识广了 不过这次行动缴获的物品 让大家仍然目瞪口呆 在犯罪嫌疑人家的一个房间里 架子上摆的好像都是些古物 这些东西到底是文物还是房品呢 如果真的是文物 那么这些文物又是从何而来呢 我把这些东西的洲 accommodин quantidade 员 我很专 shoulder 不过这些东西 我觉得啊 全是农牌 你让我物财吗 我有一天 我说的是 你说高科 在他的这个南眉这个房间 门打开一看 都是很多的淘气 呀都是弄这个米粪的 都是能包装好了 都是能弄这个水壁口袋了 他当时你的地面 就是随时你会拿走 这个 这个 我来吃这个 注意小匠 这是汉瓜还是什么 汉淘瓜 这是淘瓜 那个 那个 除了摆在架子上的东西 在犯罪嫌疑人家里 还有这样一个塑料箱 里面装满了水 水里也有东西 层层包裹的保鲜膜里 是造型别致的碗状物 是什么并不知道 但刑警们都没有见过 陶罐 碗 托盘等大大小小的疑似文物 在这个屋子里一共找到了八十多件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当时我们的神神文物专家来干嘛去呢 以后也叹为官职啊 这个在现场我们一次性取货文 一次性取货西航的文物 西航的文物啊发生意见 经过鉴定 这些东西的确都是西汉年间留下来的 两千多年前的鼓务 专家初步可以肯定 这其中有国家二级文物十九件 三级文物六十一件 价值之高 规模之大 令人责舍 那么这些东西 怎么会被民警查获 它没有是从何而来呢 警察突袭的这个地方在南京市的陆河区 它是一个建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 看上去很不起眼的一个老旧小区 这么一个地方怎么会有这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文物 他们是从哪来的 警察又是怎么盯上他们的呢 去年年底 公安机关接到了群众的反应 说是当地马鞍镇胡家山的一个彩图场 好像不大对劲 像我们急报线索的那个村民啊 他们发现这个地方呢 他们和正常的施工企图 规定有所不同 接到举报后 民警立即赶往村民反应的那个彩图场秘密查看 那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盆子在那边 没有任何人施工 没有任何人在那边 这个这个这个发现我们所举报的 群众举报的这个情况 打眼一看 彩图场的人员 设备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然而去附近村庄走访了一圈的民警 却不这么认为 这个图场的 搞其他的地方 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不一样的 往往是一家干的 一家都是托着弄的 托着干的 打眼图场什么时间呢 一样都是三十点钟 搞三十点钟啊 都搞三十点钟 我们在学校都大学校 你像你们睡觉了 对 村民们说 最近几天倒的确没什么 可是前一段时间 胡家山那个图场很不正常 村子周边图场也有那么五六个 可偏偏胡家山的跟那几个不一样 每天这个供兵纳图都是大碎的走着来来去去的 最后他突然一下来这个小碎子和明宝村 我们又不知道他们干什么事情 你这出的什么坏事 我经常那边的图场里面挖的挖平行挖挖 我们要去看 你拦着我们不叫 就在那边 但说到底 外围的走访 民警们也不过是对胡家山踩图场的情况 有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那个踩图场到底为什么会有那些奇怪的现象呢 民警们决定从图场的承包者入手深入调查 那这个土地后来 这个后来给哪个城堡可能 从村委会了解到的情况是 去年七月份 村里决定把胡家山的一个山头承包出去卖土 那里原本是个坡地 没有人愿意耕种 采一些土之后 可以使坡地变平地增加耕地的面积 村里的书记说 当时是坡地的坡地 当时村里跟一个建筑公司签订了合同 来带那个公司签字的人 他也认识 叫胡阿财 就是本村的人 村书记说 胡阿财是村西头 离户村民的倒插门女婿 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 妻子没有工作 孩子在上初中 家里就靠胡阿财打零工为生 后来村委会也明白了 胡阿财替那个所谓的建筑公司签下了承包合同 他也同时跟一个叫曾老四的人一起管理那个财图厂 那段时间来这个一个地方比较可惜 就经济上面比较发展 一点渐渐地汇集到了胡阿财的身上 林景对这个人开始了细心的观察 这个所谓一向经济紧张的胡阿财开着轿车 那天中午12点左右 胡阿财进入了当地一家高档的餐饮会所消费 一直到下午三点钟左右 才出来 到了下午五点半左右 他又进入了另外的一家大酒店吃饭 吃完饭出来 已经是晚上 他去的是一家KTV 从KTV出来已经接近凌晨了 胡阿财转身又进了附近的一个洗浴城 接连几天 胡阿财的生活内容都几近如此 从胡家山的土厂不一样 到胡阿财最近的消费状况不正常 一点越来越多 越来越需要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了 通过我们这个外围的家长发现 也有他周围的关系 跟我们发现 曾经在那段时间来 在鸿沫的手机里面 发现有极限的文物照片 胡阿财的生活 几乎可以说得上是花天酒地了 几乎可以肯定是采图厂挖出了文物 而且其中的一部分 极有可能已经被胡阿财转手换了钱 他才会如此的出手扩充 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 时间越长 文物被一手的次数都越多 追脚的难度也就越大 事不宜迟 应当立即控制胡阿财 走 这是柠檬 小柠檬 我这儿来 什么点 靠去 走 刀案的花财很快就承认 他们的确挖到了古墓 是靠高人指点 经历非常离奇 当时胡家山土厂开始卖土后 胡阿财那段时间一直待在采图厂里 一天他突然发现了有几个可疑的陌生人出现在采图厂周围 胡阿财发现 在挖掘机隆隆作业的间隙 两个男子经常承认不备 用手持的细长铁棍在土堆中炸来炸去 一来二去的胡阿财感觉很奇怪 他就打电话问搭档曾老四 曾老四也不知道这些人是干什么的 最后胡阿财将其中的一个可疑的人拦了下来 他直接就跟你说的 这一问胡阿财才知道 这个人可是有来头的 他就是传说中的盗墓贼 他手里拿的是专业的工具叫洛阳铲 此人有个外号很响亮叫正大呆子 一般南京哪里有工程开挖土方 他就会带上同伙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那个现场 后来他设立的地方 这个地方比较好 顺势比较好 胡阿财说 当时工地已经开挖了几天 挖开的大坑都已经很深了 根本就没有见到一点文物的影子 正大呆子说 这个地方可能埋藏着宝贝 胡阿财也根本就不相信 可是正大呆子他们还是每天都来 不认为他听你气的一块干了 他听你气的一块干嘛 事情发生转机是在十月末的一天 那天工地上的工人们突然吵吵嚷嚷嚷起来 这是我们工程二工人打电话 说我们过两个地方挖了几个团团方案的 那我就勾个 勾个来我们老板来过来 那往来来的几个团人们说是这个人吃多少钱 反正这个人说这个值得蛮好的 胡阿财说挖出东西的那天他不在工地 可是正大呆子在工地 后来他赶回来的时候看到了几个桃罐 但是由于发掘的时候弄坏了有些残损 样子跟照片上的差不多 胡阿财这才相信那个正大呆子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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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阿财这地方肯定有可能有不外 估计可能有 有这个财挖一点就出来这么多了 有这个财挖一点就出来这么多了 有这个财够了 下面肯定有了 胡阿财看到了发大财的可能 他就找人把土厂看了起来 自己也时刻不理彩土厂 他还认真地留下了正大呆子的电话号码 因为正说一旦挖到了古墓 如果不懂可能挖掘机的缠斗 一下就把东西给破坏了 他干这行多年 知道怎么挖 也知道挖到了东西怎么处理 胡阿财说 11月上旬的一天 工人们在使用挖掘机挖土时 挖出了几块木板 胡阿财急忙叫停 上前一看 那些木板纹路细腻 还散发出淡淡的香味 他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 急忙拨打了正大呆子的电话 他大家当亲自打在什么位置 他只会挖去怎么挖 说通了挖掘机驾驶员 蝉抖就开始清理土方了 他突然喊 已经到了 这是个挖 控台网已经出来了 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弄起 我们也没看见过 他只拿着人家把那个大木的抠採了 里面多少东西 后来他就都叫人下去绑着 当时打开之后 里面是什么样的呀 里面全是水 全是水是吗 对 水里面呢 水里面都看不到 我来把水咬着 里面绑着烫烫烫烫烫的 把它切切到里面去 就是第一个帮站里面出来的 这两个新真的跟新传的两个人在一个 去做门 在那边这个里面闹东西 闹个大东西 都高什么 只有价值60万 只有价值50万 128 1210万 是的 一把门都一把吃 这一帮人当时很激动 挖了一帮人很激动的 他们都一帮人都讲这种制造型 他高上的核子推进口 现在都高上的 这种很知情的 是世界上都运不歪到 都高上的 当时的信仗 他就知道 胡娃才说 那可真是让人激动的一天 当天出土的文物就有一百多件 他和曾老四粗略的算了算 这么多东西 两个人怎么弄 也能立刻变为百万富翁了 当晚两个人将所有挖出的东西 就都运到了曾老四的住处 也就是南京市路河区的 那个小区那间房子 胡娃才的手机有拍照功能 他把挖出来的东西 粗略的拍了下来 已被联系买主 而在这个当口 实货的正大呆子 不动声色的 先算计上了另外的一样东西 在这个制造型 这个正宁庙 就更新正的 更新福的 他 我拿这个动物 你东西我们就在哪 你共产板要够 但真的新正的 更新福的 这个年人 他也不懂 他不知道这个共产板 制造型 他不知道这个共产板 制造型 后来 后来一听说 这个共产板 制造型 是金 那麽金是那麽的 你真的 我们这个就不同意了 明白过来之后 胡娃才和曾老四 没让正大呆子 独吞了那幅 貌不惊人的棺材板 而是三人合伙 一起出手 把它给卖了 当天晚上 他们就联系到了 扬州的一个老板 草草的把棺材板卖了 卖了数万元 坐地分了脏 当时审问完了胡阿财 从他的嘴里掏出了这些情况之后 刑警们马上意识到 发生在胡家山的这起盗墓案 绝对非同小可 南京是六朝古都 被誉为是江南嘉丽地 金陵帝王州 在南京市的这个版图上 总是会出现 有某处的施工的建筑工地 发现了有大量的古墓和墓葬 这样的新闻 那胡阿财这次在胡家山盗掘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墓 他盗取的东西 真的像他说的那么有价值吗 民警们在胡阿财随身带的包里边 找到了他的手机 手机里边果然有他拍摄的 大量的文物照片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是犯罪详言人胡某某 当时被我们悄悄地请到 转住以后 在他身上 这个他随身所带的手机 这个当时呢 然后把他手机呢 打开一看 这里面呢 有大量的被造的文物的照片 有大量的这个漆器 还有陶器 带着从胡阿财手机里 复制出来的文物照片 民警们找到了当地的文物专家 化妆用的这个 一个盒子 这个文师呢 他跟 有个西汉 王王对那个 王王对他吗 应该跟他是 文师是差不多的 专家说 南京市陆河区的行政区划之内 古时称唐义 是中国最早建成的乘义之一 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而这几件东西 从照片上看 应该是西汉时期的文物 价值不菲 东西在哪呢 东西在那里 老板这里 你们老板叫什么呀 花财说 曾老四其实是他的老板 东西当晚就运到了曾老四的家里 这点他很确定 除了那幅金丝楠木的棺材板 其他的文物应该都还在那里 就这样 花财带路 警察突袭了曾老四的住处 这就出现了节目开始的那一幕 曾老四的住处查出了大量的文物 唯一可以庆幸的是 为了怕坏了脉象 曾老四也请教了行家 那些文物保存的方法很得当 水里头泡的是漆器 漆器的里面是木制的 外面刷有数层漆 在古墓里 这些漆器已经浸在水里 有成百上千年了 如果拿出来脱离了水 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 木会开裂 漆会脱落 文物也就毁了 喝酒用的 喝酒用的耳杯 喝酒用的杯子 你想想看 这个东西它是木制的 然后上面是漆 漆一层一层刷上去 放了两千年 才保持这个原来的形状 原来这个色彩 专家说 这应该是汉代贵族使用的酒杯 这应该是汉代贵族使用的盘子 这些燕饮用的器皿 都应该放在这样精致的托盘上 而这则是汉木女主人的梳妆霞 里面还有三个小盒子 应该是分别装 腌制水粉之类物件 南京地主是汉木的 应该说这是最高级别的 也是东西最多的 最好的 这个人到目前呢 因为还不能断定 但是可以说这个人的身份 他不是和王 也相当于 和王这么身份 要不然是不会有这么多东西的 曾老四家里的文物经过清点 一共有国家二级文物十九件 三级文物六十多件 已经悉数归案了 不过本案当中还有两点 让刑警们放心不下 一 是在那个文物出土的现场 在坑口那蹲着 马上报价的那个正大呆子 现在还在逃 二 是装这些精美文物的那个棺果 不知去向 警方判断这个正大呆子 是一个盗墓的惯犯 是一个老手 据现场的目击者回忆说 说当这个棺果出来的时候 正大呆子就趴在这个棺果上闻 一闻 说有很奇异的香味 他就判断 这是金丝南墓的 这个金丝南墓啊 是我国的一个珍稀的墓种 一般呢 都是皇家专用 比如说皇帝做的龙椅 就是金丝南墓做的 偶尔也给寺庙用 所以它非常珍贵 这个正大呆子和金丝南墓的光果 非追回来不可 正当民警们 为正大呆子的去向 头痛不已的时候 当地金临晚报的一篇报道 却让他们笑颜大开 这篇报道的题目是 盗墓嫌疑人给本报写来忏悔信 报道上说 报社收到了一个叫正金彪的人的信 这个正金彪 其实也就是正大呆子 正金彪在信中自称 2006年 他在四川涉足古玩 此后在江苏 浙江 安徽 各大城市 从事古玩生意 去年年底 因病去土厂散心 不料被持砍刀的光头围住 为了脱身 只好假称 愿买下文物而留下了电话 后来他多次 接到土厂老板的电话 给他看了手机里的铜镜 金香玉白玉吊坠等物 但均没有买成 而最后一次前往土厂 他见证了众多珍宝 被挖掘出土的过程 郑金彪在信中还说 自己有罪 应该报警 自己要去自首 而在信封上 郑金彪还画了三根鸡毛 以示紧急 我感觉到这个很滑稽 他应该是知道 我们公安警方 一直在追捕他 因为当时他本身是文访不败法 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如果是真正的 有同样自主的意图的话 他应该是即时的主动 跟我们联系 直到今年三月 在四川成都 警方最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郑金彪 也就是郑大呆子 审讯之中 郑金彪承认 鸡毛信是自己使出的缓兵之计 他这是搬了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那么 古墓中的棺材板 去哪了呢 也就在记者 在南京采访时 一辆特殊的货车 开进了南京市路口区公安分局 原来这个人 就是扬州 那个花大价钱 买棺材板的人 外面是这个外锅 这么多呀 对啊 它这个不但里面 里面那层挂 挂蒙 外面还有一层叫锅 木子旁加那个 去锅的锅 这些都是啊 对 在民警们对案件 进行进一步调查的同时 文物部门也组织人员 对胡家山一带 进行了进一步勘测 而且已经有了出户的发现 这是刚拉出来的是吗 对 刚刚就是是 你看它这个木的 这个清高梨的颜色 这一块就是 就是木葬的具体的范围 这个颜色不一样的 对 就是这个范围 考古队已经探明 在胡家山的地下 确实有一个古墓群 那现在考古的进展怎么样 发现了什么 我们来连线一下考古现场 您好 林先生 您好 对方队嫌疑人破坏的这个古墓呢 我们已经这两天已经在清理 基本上已经清理结束了 因为它这个破坏的比较严重 所以呢 没留下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墓的周围 大概发现了四个 大概汉代的这个墓葬 有没有出土一些文物呢 这个我们现在正在清理 可能结果要两天以后刚刚才能出来 好 谢谢林林先生 谢谢 一起盗墓案 警方用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给了我们一个惊喜 我们也期待着考古队和警方 能够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大的惊喜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进入说法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 中央认识台第一套节目 综合频道的其他节目 明天见 明天见